提到智慧型手机啊 现在市场真的竞争好激烈啊 近乎呢 每半年就有一支旗舰机 太旧换新速度啊 实在让人傻眼 结果呢 就有电信业者了 干脆规划这间手机畅货中心 智慧手机呢 也像衣服或是包包一样哦 过季的 或是被拆封过的 或是展示机 都以市价四折到八折的幅度 降价来出清 这家手机本市 除了有一般的旗舰机 黄在这边竟然还可以看到 标示的四折跟五折的展示柜 因为这是全台第一家手机 OLED 甚至像一般的畅货中心一样 是按照不同颜色的贴纸 标示折扣幅度 真的就像逛OLED 热门机种过季手机打折卖 还有分黄标是全新未拆封 红标九成星 蓝标都是电信门式展示机 下刹折扣也最大 像iPhone5不到15000 三星S413000 都相当于市价的6到7折 前一代的iPhone4S和S3 直接降到万元以内 开敷过还是我有点点在意 可是如果状态好的话 就还是可以 原来是电信业者出清门式展示机 干脆向女装包包化妆品业者看齐 展示柜改成透明玻璃 现货全部摆出来一目了然 另一家电信业者 则是透过网路特卖 算算最低四折起 常常造成光网流量暴增 都吸引一些捡便宜的人 但想捞宝也要看运气 像这种展示机 或者说这些未开封在之前的消费者买之前 它的使用过程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可能是消费者比较不清楚的 那这也是主要潜在的一些风险 不过现在手机出的太多太快 像一线大厂 日系Sony半年就推至机王 上半年亮相的机种 不到半年就降价三成 也缩短智慧手机保值周期 也难怪手机畅货中心应运而生 中间新闻林东明凝结台北参谋报道 中间新闻林东明凝结台北参谋报道